我们到福州啦 我们本来想吃的店现在已经下午两点 今天快三天钟了 他们这个店都休息 所以我们准备就去楼下随便找一店啊 看有没有什么穿菜之类的东西吃一下 不饭 我妈非要吃甜点 我们买了一个晚上回去试一下 您该打车的时候还是应该打车 太肯定了 我们刚刚坐那个公交车 然后就发现公交车开到一半 它方向跟地图上面告诉我的方向不一样 然后我就看到公交车的门上面写 这几个站全部都取消了 然后我们就只能就近随即找到了一站下场 太惨了 我们走上来就看到那个推着自行车卖咖啡的小哥 听说他每天骑车三个小时过来上班 他每天要很慢 货品实在是太慢了 可能是因为最后一个人 但是看起来还行 是不是一股玫瑰花香味 我还是喜欢喝醇醇的咖啡 它果香蛮好 这是创意 我还以为它会创意是损的 我们一起来 我们要继续往下逛 一直逛到解放大桥跟中州岛 我们刚刚从山上爬下来之后 看到了有卖编织手穿的 我们买了几个玩 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中州岛了 看那个中州岛的夜景 但是现在好像还太早了 我们决定先来随便找一下附近的一家鱼丸 先吃吃东西坐着等一下 鱼丸是鲨鱼丸就这个 哪 就这个 我们点一点试一下 鱼汤 命鱼丸 鱼丸 特制鱼丸 是哪个 这三个的是那个特制鱼丸 然后这个是鲨鱼汤 对 剩下的呢 反正也不知道谁是谁先吃再说 这是鲨鱼的 里面像肉一些 外面有点像 上面有点像皮一样的 鱼丸子也好大 乒乓球的 好白啊 这个丸子里面每一个丸子都是有馅的 我发现 每一个丸子里面都有馅 而且这个汤汁好多呀 我不出来我怎么办 我争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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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拿下 你把手拿下 你给我拿下来也阻碍不了 他倒不进去的这件事情 我又吃的好吃了 我觉得那个鲨鱼汤太紧实了 不是我喜欢的口感 我喜欢QQ的那种东西 反正那个丸子也吃不出差别 只有大小的差别在我们眼里 哇亮灯了真的亮灯了 快去照相了 我觉得夜景还行吧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规划实在是有点没有搞懂 它那个中州岛全是各种什么批发建材的 反正搞得挺那啥的 太冷了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现在准备慢慢往酒店走 因为酒店离这其实挺近的 然后我们想去买一杯 好像是糖墨茶西吧 就是有点像是福州版的那个茶安月色的感觉 所以我们去试一下 在旁边看到了雾灶 上一次在南京吃过还可以 然后我们准备喝这个 这个糖墨茶西 看起来还可以 我点的一杯云霜春鞋 我觉得另一杯那个奶油 其实跟柴月色还蛮像的 就不是很甜 上面也是碧根果 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可是包菜真的不要钱 我也觉得好神奇 他只要包菜不要钱很甜 这家只开早上的柴火锅边 我们好像到了 但是这里有好几个不知道是哪个 这里就一家柴火锅边 好神奇啊 它是它的油是吧 这是米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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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点了一份虾酥不知道 是虾酥还是虾饼 就是长成这个样 真的长得很像 混沌皮的样子 再尝一个虾酥 有点像面窝 但还有不是面窝的那种感觉 先尝一点 真的屈像混沌皮 我觉得这个还蛮行 它有点 它比混沌皮要弱一点 我觉得相对来说 反正 这虾酥也是很清 但是我觉得这个锅边还蛮鲜的 有嚼劲的混沌皮的感觉 然后我们吃完 就准备再去逛一逛 三房七巷 一个附近啦 看中华老子好 就这个 我看别人推荐这一家 永和鱼丸 然后我们昨天碰到的本地人 也是给我们推荐的这一家 就是这一家 在鱼丸的对面 这个也很有名好像 我们拿一份来 好谢谢 你觉得粉色的好吃些 有什么差别吗 颜色好看些 这个比我们那天吃重点 应该好吃 这个好吃 它好Q啊 而且汤很咸 但是这个汤跟那个 我们早上喝的锅边的那个汤 好像啊 它就是福建的茶 然后这个 红瓶 我们来试一下 它用的武夷山大红袍 好像 我点了一杯水月观音 也是实在是太慢了 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们点下单到现在得有20多分钟 还不算我之前排队的时候等的时间 它等的太久了 我们决定 先来买一杯 橄榄枝 我爸想尝试一下 哇塞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 拿这一杯 长得好像比较好看的样子 橄榄枝 不知道好不好喝 感觉有一点点邪恶 我突然觉得 什么味道啊 没有味道 就橄榄枝的味道 比橄榄枝单一点 你看啊 那里面没有味道 头上就吃很硬 是不是 看我这东西喝的肯定对嗓子好 感觉有一种就是 感觉就是喝下去就是 什么清烟力弹的那种感觉 很健康 终于好了 我点的水月观音 太慢太慢了 我都已经陷下去了 但我上面好像抽到糖 铁关音 这个底有点像茶盐 你喝到了吗 这个总体来说 这个茶底 会比昨天的那个糖墨茶西好喝 但是这个奶油上面都甜硬些 然后这里面给的那一根 Pokey跟那个小熊饼干 不好吃 好甜 好甜 诶是这个地方吗 好吧 就这一家 就这个 后街了 哇哦好多人啊 先买它可以 他说先买然后再安排位置 因为太多人了现在 点了大包带走了 走不了了 我们到了 就是这一家 我们要来吃这个旺达小吃店 快跑 快跑 抽 我们要一起的 好 好 好久没有体验过 就是这种 看着菜点的这种 好回忆小时候的感觉 好好玩 我们先来吃一下 刚才买的那个 猫花 不晓得放久了 还好不好吃 这么快就上了 点了一份小份的南煎干 我的铁板骨髓 嗯 看起来好爽啊 重点我觉得这个肉好少啊 给的 不过是个小份 好像还能理解 这个 有甜的小份 看起来还可以吃饭啦 这个就是他们这里的 馅面 有一个海鲜味 我来尝一个 这个南煎干 就是糖醋的味道 还蛮好吃的 它还可以了 炸糙蛮 它还有炸糙油 它没有那个 馅味 没有那个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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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还可以 荔枝肉 这个长就像胡萝卜肉的 番茄味的 味道也是一样的 这个甜味还可以啊 我们的甜肉 就是我们那边好好称甜肉 不是这个甜度就可以了 肉还蛮嫩的 嗯 它肉好嫩啊 好吃的 还是可以的 好吃 真的吃都干净了 好干净啊 除了这个 啊这个汤 我实在是不太喜欢 我觉得好辛啊 它有一股 清新的味道 我觉得 其他都还挺好吃的 都很能接受 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们每个菜都点的小份 所以我们多点了一些菜 但是是好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 出发去机场啦 本来我以为福州出入的话 也会需要看福州本地的嘛 但福州是全国的绿码都可以 然后这个软件是 它可以用来坐地铁 虽然公交卡的那个 在支付宝上有 但是地铁的话 它只能用这个坐 床乐机场出入还是挺麻烦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坐飞机了 广泛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个空港 它的公众号上面买 然后输自己的飞机号码 航班号 它就可以达特别多的钱